好的,我们在开始支缝它之前呢,一定要在后背的这个位置给它选出九针,别个别扣啊,提醒我们防止一会儿啊,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多收了,或者掉针也察觉不出来,所以这个位置啊,别个别扣很重要,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,好了,我们要在第九和第十针之间啊,把这个别扣给它扣上。 虽然颜色差不多啊,但是没关系啊,我们一看到它就知道,已经到了九针的位置了啊,再数一遍,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,好了,前边也正好是九针,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把它织缝在一起了,拿出你的,之前另外一个前片的,这一侧的这个粗的啊,粗的,六点五针, 我们开始支缝前后尖头,前边啊,大家看啊,前边这儿给它进入一下,后边这一针呢,第一针啊,也给它进入了,好了,进入之后,我们拿长线啊,拿你这个之前,留在这个位置那个线,绕线,第一根针的拨出来,第二根针的给它拨出来,拨出来之后,好了,亮, 两根针上之前进入过的这个针套要给它退下来,看,这个啊,退下来,一定要注意啊,不要退多了,只退你刚刚进入的那个针套啊,也是给它退出来,好了,现在你的第一针啊,就已经完成了,我提示大家,一定让它有足够的框量,看,我的手都已经在这儿,能够伸进来了,对不对,好了,已经留好框量,右手就不要再使 已经拉扯长线了,如果你拉扯长线,就又会给它拉回去了啊,那就不对了,好的,我们下一针啊,也是第一根针进入,第二根针进入,然后绕线,拨出第一根针上的这个针套,然后第二根针这个也给它拨出来,拨出来之后,好了,原来进入过的这两个针套,分别的啊,给它, 退下,这边这一针呢,也是给它啊,退下,这回,大家看啊,非常重要的一点,你的右针,粗针上啊,已经有了两个针套了,对不对,而且它们都有着很大的框量,你看,都可以塞进手的啊,这时候我们要把后针越过前针来给它,哎,两针变成了一针,而且要保持它有足够的框量,看到了吗? 好了,只是织第一针的时候稍微有些变化,因为第一针它没有两针一起越过,对不对,等到这个右针上凑够了两针才可以给它越过来,所以第一针和第二针稍有不同,后边所有的动作都跟第二针一样了,大家看啊,我进入,进入,绕线,拨出第一个,拨出第一个的时候就要给它扯一下这个线, 让它有足够的这个框量啊,足够大,足够松,第二个也给它拨出来,拨出来之后,好了,将后边两个针套啊,分别的给它退下,这个也是退下,一定要注意不要退多了啊, 然后,记住后边这个针,然后记住后边这个针,辅助着它将后边这个针套越过前边的来,然后整理,让它成为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啊,比较有足够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针套啊,每次都按照刚刚教大家的方法来,看到了吗? 退下,退下,退下,然后后边压着前边啊,一样是,进入第一个,进入第二个,绕线,拨出来,这个位置啊,拨出来的时候就得让它足够的有弹性啊,足够大这个针套,要不然你一会儿越过它的时候啊,就会特别的不容易了, 看,我们始终要保持它啊,有着足够的矿量啊,看,进入,进入,绕线,拨出来,拨出来,我们的这九针啊,同学们,都要按照这个方法给它完成啊,一直到我们之前留别扣的那个位置,还记得吗,看,进入,进入,绕线,拨出第一个, 这个时候就让它有足够的矿量啊,有足够的弹性,拨出第二个,然后退下来,刚刚织过这针退下来啊,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没有织过的针套千万不要退啊, 由于是给零基础新手准备,所以呢,我们特意在这个位置啊,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,实际上有一定编织基础的人啊, 你知道它们都怎么操作吗,它们都是,你看,它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熟练啊,两针同时就这样弄出来了,然后两个又同时退下来了,我怕那样大家会看不懂啊,所以特意的给大家,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啊, 好了,当你完成了最后一针,你看,别扣在这儿呢啊,这边我们这边是九针完成了,这边又有个别扣之前我们放的,对不对, 好了,这时候呢,我们就可以把它,从,这个线头之前我们留好的啊,从这个孔中当中,给它, 哎,拉进来,拉进来之后,调节一下你肩头的这位置啊,给它拉整齐了啊,你看它有弹性的,对不对,啊,非常非常的仔细在这位置织缝的, 好了,调整好这之后呢,大家看啊,重要的一点,马上就要来了啊, 我们现在要给它完成,看着啊,我们要现在把它的另外一侧呢,给它完成了啊,所以,这个时候,大家看, 我们要把你的这个,这根线啊,这个针套,上边,这个,这个针上边,然后作为一个主针,把这边的这六针啊,给它完全穿过来,大家看了吗,六针啊,完,图, 三,四,五,六,好了,穿完之后,大家看啊,给它就固定住了啊,每一个针套,都是非常安全的,在竹针上了啊,它不会跑掉的,这个时候,你看啊, 看你的这个位置啊,另外一个,我们新织出来的第二个前片,在这个时间,它就已经和后背的这个片片啊, 非常贴合的在一起了,我们给它整理好,大家看啊, 主要看的是这个位置,因为我们马上要进行另外一个尖头的织缝了啊,大家看, 而且,我们需要把它的所有的针套,给它调节到竹针的这个位置,而不是中间的连接管这儿啊, 看,调节到这个位置之后,依然是啊,把我们后背片选出九针来,然后给它别上个别扣, 提醒我们啊,one,two,three,four,five,six,seven,eight,好了,nine,在这儿, 然后,我们在这儿给它,把别块儿别好啊,然后一会儿我们只织缝这个九针,但是这个方向是不可以的啊, 我们要给它翻过来,翻过来之后啊,你会发现,哎呀,我们现在是这个织针上是一个粗针,一个细针, 但是没关系啊,你这时候要拿出另外一侧的粗针,同学们啊,拿出粗针来,和这根水量粗的啊,不要拿细针啊, 拿出粗针来以后,我们要重复刚刚的尖头收针的那个动作,还记得对不对? 好,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始啊,你看,前面一针,这个第一针,两个第一针都,给它进入了之后啊, 然后给它绕线,拨出第一个,拨出第二个,然后给它,把这个刚刚进入这针,退掉,后边这个也退掉, 这上就有了一针啊,看到了吗?然后下一针也如是啊,进入,进入,绕线,拨出来,拨出来,然后给它,退掉,都只要退掉, 刚刚我们进入那针啊,这时候你上面就有两针了,对不对?好了,我们把两针给它,给它越过来, 给它套在前面那针上啊,依然是进入,进入,绕线,拨出第一个,拨出第二个,好了, 把刚刚进入的这两针给它,退掉,这针也是退掉,后针压前针啊,大家看, 看到了吗? 由于我们这种呢,是有很多绒毛的这种毛线啊,实际上, 普通的毛衣啊,在编织的时候,多数也是用这种啊,收针的方法, 但是其他呢,还有一种缝合的方法,就在尖头啊, 是给它真正的用毛线缝针,缝上的, 就是按照织物的纹理啊,给它缝,编织出来的也像是织正针一样, 但是那种呢,稍微的有点技术难度啊, 而且尖头有那个,像我们现在这种手法完成,它会有一个痕迹, 而且可以拉拽住尖头啊,会使整个尖部非常的有形, 所以我还是比较推崇于咱们常用的这种方法, 也有一些编织爱好者,它会推出一些新的方法来, 但是那种方法呢,就是,它是弹性足够的, 但是它对整个尖部啊,没有一个勾勒的作用, 你也知道啊,如果尖部太圆润, 而且没有一个尖线在那儿描画的话啊, 很有可能那个位置,相对来讲就看上去太圆润了, 肩部没有棱角, 整个穿上去以后呢,服装就会显得不够精神啊, 这当然了也是我的一个, 个人的一个看法,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尖头缝合的这种方式啊, 也不是绝对的, 至少99%的人都在用, 1%的人,那些编织爱好者啊, 他可能会采用其他的缝合方式, 就拿针直接缝, 好了,我们把这位置弹性足够的给它拉大, 然后在这个地方啊, 我们就可以把这线从这儿给它剪掉了, 看,我们留个三四厘米长就足够了啊, 煎掉之后,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线头, 直接从刚刚这个孔洞当中给它, 哎,撑出来, 撑出来之后啊,稍作整理, 然后在这位置充分的给它扯开, 好了,你的前后尖头就已经缝合好了, 下一步我会教给大家, 更为有意思的一部分啊, 这一部分也是之前, 哇,好乱啊, 也是之前大家从来没有学习过的, 都是新知识啊, 关注我们的频道, 下一个视频再见。